哈喽,股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利Angela Singh 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红利Special Feature六彩神龙 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MCD 那它有一些怎样神奇的功能呢 在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组成 它总共是由红色的柱体,黄色柱体,以及我们的绿色柱体组成 那这些神奇的颜色柱体有什么样的作用 它们分别都代表什么呢 好,在详细的讲解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股票有涨有跌 那你们想过为什么股票会涨会跌吗 研究股票涨跌的原因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好,那关于这个呢 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 影响股票涨跌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它就是资金 当大家都看好某只股票的时候 那你肯定会向其投入大家大量的资金 想去购买它 那当这个资金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便会推动股票的上涨 好,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例子是马股的5102 这只股票能够看到 我们从这里涨到这里的时候 它是一直在涨的 那从这里开始就一直一泄千里了 为什么它在这一段能够上涨 这一段又开始下跌了呢 其中的原因 您觉得是什么呢 肯定是我刚才说到的资金的问题 影响股票涨跌的因素就是资金 我们能够看到 从这里到这一段上涨的时候 这里有一大片的红色 对不对 从这一段开始下跌以后呢 红色逐渐减少 绿色逐渐增加 红色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具体是为什么呢 之后我会再详细讲解到 好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些问题 这些资金的来源 为什么这些资金会影响到股票的上涨 以及下跌 他们这些资金的来源是怎么运转的呢 这资金又都来源于谁 他们在这些股市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那关于这一点 我们就需要知道一下 在市场中投资者的分类 在我们整个股票操作市场中 90%都是散户 散户也就是可能类似于普通的投资者 他们有什么特点呢 普通投资者一般都是资金量少 然后专业度低 确实 但因为他们其实是不理解 股市的真正运转行情 所以他们的专业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人数也只有一人 一般来说股民都是自己操股 然后自己找方法 自己去学习对不对 然后他们手中的股数 一般也是有5到10只 您看看您自己是不是这样 然后周期 他们手中的股票一般都是下降周期长 上升周期短的 所以90%散户一般都是会亏钱的 那另外10%呢 就是我们的机构和庄家 也就是我们的banker 那机构和庄家 他们是什么颜色呢 稍后我会提到 好我们的机构和庄家有什么特点呢 他们的资金量很多 专业度很高 而且能够团队作战 因为他们的这些机构啊 一般都是一个team 所以他们有他们有很多的内部知识分享 也会学习 所以他们对股市的运转是最了解的 所以他们的专业度肯定是比散户要高很多 而且庄家他们一周期可能只操作一只股票 能够看到刚才我们在那只5102的股票上 能看到大片的红色 那就是庄家一直在里面 而且这一段周期里面 他们也只操作这一只股票 一般时间也是中期到长期 好 那了解了我们的来源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市场中90%都是散户 但是绝大部分的资金都是在我们的庄家手中的 毕竟有一句古话说的也是很对 钱总是在少数人的手里 庄家就庄家 他有大部分的资金 将大部分的资金流入到我们的股票当中 然后才能够操控这只股票上涨 所以说庄家才是真正能够影响我们股市的控制人 那你觉得你有时候你买股票 你也是买了 你投入资金进去 可是股票下跌了 你可能会想我也把资金放进去了 为什么股票没有上涨呢 因为你的资金量不够大 因为你的资金量绝对是大不够庄家的 庄家是可能是赚了80%以上的资金 所以说他们才是股票真正的控制人 那您说我们是应该跟着 散户操作还是应该跟着庄家操作的 答案当然是庄家了 只有我们跟着庄家去操作 才会得到 才会有得到盈利钱人的机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510啊 刚才说到这只股票 刚才说了 在这只股票上涨的时候 这里有一大片的红色 这个红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庄家 Banker 他们是这个股市的控制人 他们是这个股票的控制人 我们只有跟着庄家操作 才能够在这一波上涨行情中挣到钱 您说如果您能知道 在这边庄家开始进场的时候 您开始买入这只股票 等庄家开始在这边逐渐消退的时候 您赶快卖出您的股票 您觉得您不会挣钱吗 庄家能挣钱 那您就能挣钱 只要您跟着庄家操作 那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你能看到 如果你能在这个地方及时卖出了以后 那这一部分下跌 就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你也不会再输钱 所以说我们跟着红色主力资金 庄家操作是关键所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7233也是之前炒的比较火的一只股票 这只股票在之前这段时间 一直是sideway 一直是横盘震荡 那为什么开始突然疯狂上涨 也是因为有庄家资金的进入 你看到没有 这前面sideway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红色资金 就算这里有一点点 但是它的力量很小 因为它只有一点庄家资金 大部分的还是被这些套牢的绿色散户 给套住了 还有一部分的黄色的油渍 好 所以说我们的红色资金是最重要的 当红色资金进入以后 并且超过50%的时候 您看到这边有刻度 超过50%以后 它的资金的力量是非常强的 就一定能够促使股票疯狂上涨 您看7233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说说了这么多 那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红色主力banker资金 一定要记住 是我们的redbanker fund 那我们的这个绿色和黄色又是什么呢 绿色是我们的散户资金 也就是我们的retailer 这些散户资金是因为 在这一段时间有这么多的散户 stuck here 他们被套牢在这里了 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绿色 绿色就代表有很多的散户 被套在这个地方出不去了 那当一个股票很多绿色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说明这只股票目前是不好的 因为有很多人都输钱了 当很多散户在这边输钱的时候 你觉得你还能进吗 肯定是不行的 好 那这个黄色又是什么呢 黄色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常说institution 油自hot money 这个他们黄色资金 也是有能够促使股价资金 股价价格上涨的 但是它的力量是不会高于红色资金的 因为这个hot money都知道 它是quick in and quick out 快进快出 所以说黄色资金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它的作用绝对不是高于红色 只有红色才是这个key 我们一定要follow这个red font 才能够在这一波的riding中挣到大量的钱 OK 大家明白了吗 好 那这些红柱 绿柱和黄柱 它们有怎样的联系呢 我们应该如何根据这些颜色的变动来进行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是我们的红柱 红柱加黄柱以及加轻柱 我们的red bar and yellow bar and green bar 是百分之百的100% market funds 红柱黄柱和轻柱是占了市场百分之百资金量 其中当红色主力资金大于50%的时候 主力庄家控盘 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的banker 他已经control住了这只stock 那当这个red funds一旦一flow in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维持中长期 中长期也就是我们说的6 to 12 months 或者说大于1 year的 那如果能够我们能够跟着这些banker做 那您绝对是能够挣到钱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只中国的股票 我们能够看到这边有刻度线 这个有个数字50 当装家资金flow in 并且大于50的时候 说明这个banker已经基本上控制 control整个stock 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考虑抓一个点 就可以进场 比如说在这个点您可以进场 进场以后这一段钱 那您肯定是能够挣到了 对不对 那这一段为什么开始下跌了一点 有一点retrace对吗 因为您能看到这边的资金 已经在慢慢的向下减少了 这个时候当资金开始减少的时候 您就需要注意了 如果您是做短线 那您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可以 卖出了可以sell了 那这段资金量 其实对您来说可能已经足够了 因为您是做短线的 卖出了以后 你可以再进场 您看他这个地方 他资金又开始起了 然后您可以在这个地方再重新进场 重新的enter enter以后 那这一段的钱 你还是可以挣 在这个地方您看 他又开始资金量开始减少了 那您又开始小心了 那这个时候最好是cut first 对吧 这个地方最好是better cut first 那这一段下跌 看绿色增加 红色消失 红色消失 绿色增加 那这一段的下跌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您是比较安全的 对不对 好 第二 第二就是我们的黄色资金 当黄色这个yellow bar yellow bar大于50%的时候呢 是以我们的hot money为主 邮资一般呢 也是一般都是比散户资金量大 但是又没有我们的banker 那么多的资金的机构 或者是小作坊 我们也叫这个yellow bar 也称它为small institution 那一般情况下 由资为主的时候 股价会处于横盘的状态 像刚才我们那个那只7233 像刚才我们看的这只7233 我们再看一下 7233这只 这一段不是都是sideway吗 横盘的 因为它的绿色一半 黄色一半对不对 所以说黄色 黄色资金在里面的时候 它可能不能够长期的促使股价上涨 那就会导致股价的sideway 对这就是黄色资金 所以说黄色资金并不是主要的 我们主要还是要跟着红色red funds去做这只股票 好 我们看一下这只也是 这只也是中国的股票 柳刚股份 也是看到在黄色为主的时候 这只股票确实是属于sideway 对吧 很明显的sideway 而等红色进入之后 股价开始拉升了 疯狂上涨 这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我们这个red funds是最重要的 is most important things OK 好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讲到我们的青色 我们的green bar 我们green bar大于50%的时候 说明这个时候 我们的retailers基本上是stuck here了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这时候股价可能会狂泻 可能一路下跌 风险是非常大的 那这种股票我们最好是pass it 不要做了 不要去operate这种股票 看上次也是一只中国的股票 看他这边这只股票从这里开始疯狂下跌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红色基本消失了 然后绿色增加 黄色您看在这一段起了一点的作用 对吧 推动了这里涨了一点 但是并没有很大作用 很快又跌下来了 所以说黄色资金并不是您的那个reference 您的reference一定要是我们的red funds ok 好 那综上所述大家都明白了吗 我们应该跟着谁去operate我们stock呢 当然是我们的红色资金 就跟着我们的红色banker 才能够得到the most profit ok 所以说六彩神龙 我们的mcd六彩神龙 是绝对能够帮助你判断您的股票 此时是否有我们的red banker inside的 所以说我们的红色资金是最重要的 好 再次强调一遍 这个红色资金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这些资金以外 我们要怎么样抓住这个banker的movement 因为现在您知道了我们这个红色资金是来源于我们的banker 那这些banker他会如何的去操作他手中这些股票呢 他会有一些怎样的movement呢 当我们了解到庄家的一些这些banker的movement以后 我们可能会更加的得心一手 更加知道如何去 在各个阶段当股票发生一定的变化以后 做出及时的反应 好吗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banker movement movement on banker 你看一下 当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这个代表candlestick candlestick长期下跌以后呢 开始有一点rebound 对不对 rebound以及或者说是sideway 那这一段时间说明这个banker已经在开始在底部的open position了 那这个时候您就要开始关注这只股票 可以适当的适当的open your position 然后适当的买一点股票 然后等着它会有一波出涨之后呢 banker会有一波出涨 the first rising在这边 它出涨了以后不会涨很多 涨了这段时间以后 它就会开始洗盘了 洗盘什么意思呢 就是clear我们的clear retailers 就是它会想要通过假象 就是我们的fake atmosphere 它会通过这样的假象 股票下跌的假象去恐吓 恐吓我们的retailers 让retailers觉得这是一个panic 他们觉得panic以后呢 就会把股票卖掉对不对 然后张家洗盘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retailers给洗出去 clear them 然后他就可以拿到更多的 可以加入更多的筹码在自己的手上 他可以把那些retailer卖掉的股票 自己在全数以低价买回来 对不对 然后等他达到一定量之后呢 他会可以再次的拉升 就是这一波主声浪会再次拉升 这一波就可能会比较强劲了 然后在主声浪里面可能还会有一次小的那个retrace 也是为了clear retailers 对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您就要清楚地判断出 这个时候这个banker他是真的quick out了呢 还是真的还是只是fake quick out 如果他是fake 那您就拿着您的股票 拿住您的股票不要卖掉 卖掉的话那这一波主声浪您就会错过了 你就会miss掉这一波对不对 所以说在认识到他是真正出货之前 都拿着这只股票不要动他 那什么时候会知道他是真正的quick out呢 那就要借助我们的这个mcd去看 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 以后我还会讲到一些some other indicators 所以说我们的红色主力资金是最重要的 那首先这节课呢 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的ret funds 是这个most important 好 这有一个案例 也是一只中国的股票能够看到 在这一段期间这个banker他是一直在打压的 下降了 在这一段开始sideway了 那这个banker开始open position 这一段开始出拉升 出拉升的时候 他这波出拉升其实拉的还是蛮多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小的那个retrace 看到没有 都是clear 在这一段都是在clear我们的retailers clear以后马上又拉升了 又开始clear 又开始拉升 对吧 所以说如果你说你在这里买了 在这里卖了 那这后面的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所以说不要随便把股票卖掉 一定要看清楚 那怎样能看清楚 当然要接用tools了 你说你平时只对了几个ma ma的那个线 怎么可能知道 这只股票是fake还是quick 还是真正的quickout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借助我们的mcd去看 你看这只股票虽然说这里retrace 但是还是依然有红色资金在里面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它之后 如果资金量再次起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多关注一下了 所以说你有一个tools 有一个我们的这样的mcd 六彩神龙在手上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好 之后呢我还会讲到更多的指标 类似我们的趋势网啊 我们ta或者我们da 以及一些其他类似的indicators 之后在之后的课堂中还会讲到 那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flat 关注我的这些youtube 或者说一些telegram的平台 之后的课程我还会继续更新 也会相信你出一些英文版本的视频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说话 希望您在这节课中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 真正能够帮助您在股市中获得最大的profit OK 拜拜 See you 我是Angela 谢谢大家